磷酸二青甲号称养花的神肥 但是您知道吗 1500倍的磷酸二青甲和300倍的磷酸二青甲 在使用上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要求吗 不懂一定要看完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磷酸二青甲做回养花的神肥 很多朋友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植物开花结果的时候 喷一点磷酸二青甲 上面就会开满了花 甚至也会挂满了果子 但是您知道吗 磷酸二青甲除了拿来促进开花结果之外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好处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 不同浓度的磷酸二青甲的区别 懂得这个之后 您会发现无论你是养花 还是种果树 或者是种菜 或者是种一些绿子 都能养得非常的棒 我拿我家的喷壳来举例 这个喷壳是两升装的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装两公斤的水 那么我们在对磷酸二青甲进去的时候 多少比例才合适呢 首先第一个 一千五百分之一 或者是到两千分之一 这个比例要来干嘛的 其实磷酸二青甲 如果去到一千五百分比一 一千五百比一的情况下 它已经失去了 作为吹花吹果的一个作用 它更多时候是给植物补充磷肥 以及甲肥 这样子能促进我们植物的光合作用 促进我们的植物叶片的生长 以及提升我们的植物各项的功能 比如枯吸作用 光合作用等等这些好处 夏季高温呢 很多植物呢 容易出现江苗等等 不生长的情况 其实呢 这些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用磷酸二青甲呢 可以刺激它的生长 我们都知道植物生长需要三大元素 淡磷甲 但是您知道吗 磷甲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让我们的植物快速生长 而且提升它的抗力性的 那怎么去使用呢 按照一千五百比一的比例 说 那个溶解磷酸二青甲水溶液 直接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可以非常有效的刺激它的叶芽的困化 让我们的植物拥有更好的光合作用 以及枯吸作用 当然 如果您想磷酸二青甲的效果更加完美 那么您就往里面加一点料素 增加它的氮含量 那么您会发现呢 这个植物的叶片就会长得油嫩油嫩的 即使是夏天也不害怕高温 也不害怕烧伤植物 一千五百分之一是拿来促进植物叶片生成的 那么一千分之一呢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促进花芽的分化 促进果汁的形成 我们在夏天呢 很多果树在挂果 包括无瓜果啊 包括百香果 葡萄还有番石流等等 很多的果树都在挂果 经常有朋友问我 我家的果树为什么不挂果啊 或者产量低啊 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您就可以使用零酸二青甲 那么怎么使用呢 一般情况我在家是一千比一的比例 然后呢 去灌根 也可以直接喷到叶片上面 当然了 七天到十天一次 你连续的使用三次左右呢 您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如果您一直使用到植物开花结果结束 比如现在挂果的番石流 就是在五六月份开始挂果了 那么您从五六月份一直的使用零酸二青甲 每十天一次 一直到十月份 您会发现呢 您的果树特别特别的旺 挂的果子质量特别的好 刚刚说完一千比一 一千五百比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聊的是三百至五百的比例 这个比例呢 零酸二青甲呢 浓度比较高 这个时候使用一定要注意那个浓度的使用 比如苗期的时候呢 可以把浓度稍微调高一点 那个植物生长期 风产期的时候呢 可以把浓度低一点 那么现在三百到五百倍要来干嘛呢 主要是拿来控旺的 我们在家庭种植的果树呢 很多时候在挂果栖的时候呢 会出现叶片疯狂的长 但是果子质量不怎么好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是旺太旺了 我们就可以用零酸二青甲这种高浓度的比例去喷上 喷上我们的植物 您要知道这么高的淋肥以及甲肥的情况下呢 我们植物呢 会暂时的失去它长叶子 就是继续长叶子的一个要求 而转为开花以及结果 或者是让果实膨大这个造作 比如最近正在盆果的番石流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三百到五百倍的零酸二青甲换根 您会发现呢 那个果子膨大都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果子那么大 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 要知道充足的淋肥跟甲肥 就会直接让你的果子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 当然了三百到五百倍呢 由于是拿来控网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把浓度给控制好 浓度太高是会出现烧苗的情况 实在有必要采取使用这个浓度 如果您家的果子已经正常的进入膨大期 那么您可以不使用这么高浓度零酸二青甲 或者改为七百分之一或者八百分之一 这样比较安全 后一个使用比例是一百比一 这么高的磷酸二青甲要来干嘛 这个东西呢就是拿来除草的 当然呢 比如您家的果树已经不想要它了 您想淘汰这个果树 您直接把它弄断 把它挖出来成本太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用一百比一 甚至五十比一的磷酸二青甲 这种高浓度的那个磷酸二青甲水溶液直接喷到植物上面 您会发现呢 用完之后呢 这棵果树 这棵植物会很快的枯萎掉 而枯萎掉的植物呢 随便就能把它弄断了 我所说的除草呢 是纯纯的只有杂草的花盆 或者是只有杂草的院子 这样子才可以 记住了吗 磷酸二青甲呢 不同的比例 对植物有不同的使用要求 而且都有不同的作用 养花种果树呢 神肥就是神肥 但是一定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 好了 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阿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